剛剛發生了一段插曲 我真的是超爆炸 火大 我剛剛直接在一樓打咆哮 有一個人竟然摸我妹 我就直接拍她的朋友 結果我就非常大聲的說 Why you *** 這位 妳知道怎麼打嗎 妳知道我現在知道怎麼打嗎 我只是很單純的從歌舞伎丁 吃完飯 然後往地鐵的方向走 就有一個男子徒籃衝過來 把錢塞在我身上 哈囉大家好 我是Eno 那前陣子不是咪咒事件非常的火熱嗎 就是整個網路上都布滿了性騷擾的話題 這時候我才發現 其實有很多女性在很早期的時候 就已經接觸到性騷擾了 我也沒有想過 有一天這件事情也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對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發生在我身上的性騷擾事件 在故事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聊聊的就是 對日本的印象 因為對我來說 日本給我的印象就是 治安很好 人民非常友善 然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那種 痴漢的劇本 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那故事是這樣的 當時發生的時候是在 2023年的3月29號晚上7點 那當天晚上在秋葉園逛街的時候 突然就下大雨 我跟肉依身上是完全沒有傘的 所以我們討論決定 就到唐雞科德買一支傘 然後因為我們逛了一整天 肉依實在是很害怕我的腳 很痠 所以她就走得很快很急 但我也是緊追著在後面 因為在人生地不守的地方 我也是一直在後面追著她走 然後我們就跑進了唐奇科德的大樓裡面 一跑進大樓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在躲雨 所以那個場面其實是非常混亂的 但是我余光注意到 我右手邊有個男的 一直出現在我的身邊 然後肉依就直接往墊覆梯要上去的時候 我還在棋樓下面 結果突然間我的身後就突然 被拍了屁股一下 當下的反應是非常的突然 就是被碰觸到一個的感覺 但是它是拍 它不是那種摸的感覺 所以那個發生的時間非常的短暫 我當下就想說 欸 我人不是在國外嗎 應該不會有朋友跟我開這個玩笑 後來才反應過來說不對 有人摸了我的屁股 然後我才很大聲的問她說 What are you doing 後來肉依快到電腐梯之前 她突然聽到妹妹的聲音 她就轉頭 馬上往我的方向衝了過來 然後就對那男子瘋狂的輸出 她就說 不要再碰我妹了 你想幹什麼 不要再碰我妹了 我再碰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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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開了 我離開了 謝謝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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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下她一直靠近嘛 然後我又會很害怕 她會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為 所以我當下其實是非常 不敢再靠近她 可是反而是肉依是 情緒比我還要激動 後來那男生就直接跑掉了 我們就趕快到樓上的唐吉哥去買傘 下樓想說 如果再遇到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保護自己 剛發生人家差距我真的超爆炸火大 我剛直接在一樓大咆哮 有一個人竟然摸我妹 一直在抓我妹的包包 我妹就說 她一直在跟著我妹 我妹說如果她沒帶包 我就直接拍她的朋友 結果我就非常大聲的說 Why you f***** 然後她就還一直靠近我們 就一直想要靠近 然後她還講說咖啥咖啥 她就是要餘餘 然後我就一直跟她講英文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咆哮嗆她 大家都在看她的時候 我就說你要我叫什麼茶嗎 你看我現在叫什麼茶嗎 哎呀 這邊迷失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 她在那邊裝死 裝死咧她 我剛才還在她媽抱著 我真的超活大的 而且她剛還一直有點要靠近 我如果還靠近 我就把她吹下去 直接給她一吹 她剛就從這裡門口 然後跟著我們進來 真的超越 然後跟到那一邊的底部 就是在這裡 然後她一直要摸我的屁股 結果摸到我的包包 你看那個人直接消失 結果我看警察就來了 我不曉得她只是順路巡邏 還是剛剛真的有人聽到有人報警 結果我就說她怎麼拍妳 我完全就是臀部下方往上拍耶 是不是好險我有背包包 超噁心的 我真的是直接給她 壓在地上打 然後我直接叫他們報警 那個人就很明顯芒掉了 很噓 因為她就是整個是紅的啊 真的是不能欺負我家人 自己家人自己欺負 自己妹妹自己欺負 同一趟旅行 在歌舞祭林的時候 因為走在路上的當下就會覺得 周圍的環境那種眼神 就是感覺很像在看獵物一樣 會覺得有點可怕 如果要我自己一個人走在歌舞祭丁上 我其實不太敢 我們就做了一個測試 是把相機別在身上 我只是很單純的從歌舞祭丁 吃完飯然後往地鐵的方向走 就有一個男子圖籃衝過來 把錢塞在我身上 然後我就想說你要幹嘛 我一看一千日元 他是不是把我看得太廉價了 欸很生氣欸 後來我就很問他說 你要你要做什麼 他才發現說我是外國人 然後他才把一千日元收起來 如果這個性交友事件發生是在台灣 我跟肉依可能不會很輕易 就對這件事情就是作罷 因為第一點在日本當下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能處理的範圍有限 加上我的傷害其實並沒有到很大 就很像被吃了一次豆腐 但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我就會對日本的治安跟日本的印象 會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我就在想會不會 其實像旅遊日本的台灣人非常的多 會不會其實有很多女生 也有遇到過類似的狀況 加上他們其實社會壓力很大 所以他們常常會有 聚餐喝酒的習慣 所以他們的罪漢其實也 比台灣相較之下的比較多 所以我就在想會不會其實 旅遊日本的人發生這種 性交友的事件其實 是非常平凡的事情 只是有沒有報案 有沒有人講出來 有沒有被新聞報導出來 有沒有讓我們旅遊 日本的台灣旅客知道 事情發生後 我們就要回民宿的路上 我就打電話給我在 日本生活很多年的台灣朋友 然後就問他說 你在日本住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遇過類似的 性騷擾事件 然後我就把剛剛發生的說的事情 跟他就是從頭到尾講說一遍 他就跟我講說 他其實他的同事有發生過 類似的事情 他說他的男同事是日本人 然後他跟他的妹妹一起搭地鐵要回家 那因為下班時間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地鐵其實非常的緊 所以他跟他妹妹上地鐵的時候 是分開做的 他妹妹就在電車上被性騷擾了 當下他就是直接手機傳訊息 跟他哥哥說 他被性騷擾了 他哥哥的角度剛好可以就是 把這個事情記錄下來 然後果不其然 那個人又性騷擾了第二次 沒錯就是又 所以他哥哥才有機會 把他性騷擾的過程給拍下來 真的很難在性騷擾的當下就收證到 因為你不可能隨時採取錄影的狀態 加上他不可能出手之後 第一次就這麼長時間 還讓你有時間準備做錄影的動作 所以通常有辦法收證的時候都是 又再次發生了 所以他們就是把這段過程記錄下來之後 就直接手上有證據 把那個人抓下車 然後跟地鐵的警察聯絡 後來警察來了 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私下和解還是要繼續提告 因為在日本的社會體系來說 通常公司為了不想要惹上這些麻煩事情 都會直接把發生性騷擾事件的那個男生開除 所以當那個人可能是公司的職員 或者是他是公司的高級主管 只要被開除了就是沒有年終獎金的 所以當下那個人就懇求對方的妹妹 可不可以私下和解 最後他用700塊日圓就是 和解這個案件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加上最近很熱門的 就是尼克妹妹被性騷擾的事件比起來 可以很明確的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在發生性騷擾的事件 跟你在哪裡發生的 其實會很影響到你有沒有辦法替自己發生 因為我朋友的同事是日本人 所以他們叫警察來的時候 有辦法處理這個案件 然後有辦法求償跟和解 但今天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外國人像我一樣 像尼克的妹妹一樣 那我們基本上要打贏這場仗 其實非常的困難 所以想要讓就是愛旅遊日本的人 了解一下其實日本的治安狀況 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美好 我們有一點太過度於美化 對日本的印象 雖然日本這種變態 我覺得佔少數 但是我相信旅客這麼多 發生性騷擾的事件 應該不只我們幾個 只是有沒有人說出來而已 然後加上性騷擾 其實當下真的非常難舉證 等到有辦法舉證的時候 都是再次發生 等於是你要為自己發生的時候 你必須再被他性騷擾一次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假設你不幸發生的遇到這種 比我還要更嚴重的性騷擾事件 那你該怎麼處理呢 第一個就是日本的公共電話廳 其實它可以免費的撥打110跟119 那你在報警的當下 你用公共電話廳 它的位置是可以做定位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警察會找不到你的地點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聯繫 去註日的文化代表處 畢竟你要做溝通 日文跟中文或者是英文 做溝通上其實會花到非常多的時間 你才可以讓警察理解整個案件的過程 請他們幫忙做溝通的動作 或許可以吧 政府單位欸 我覺得應該可以幫忙做溝通吧 ok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結束 日本真的算是台灣人非常愛旅遊的國家 我覺得應該是Top 1的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對日本有過度的美化跟幻想 然後旅遊就算在安全的國家 旅遊真的請大家隨時保持警惕 我真的也是有點鬆懈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治安這麼好的國家會性騷擾 那開心旅遊的同時 記得對身邊保持警惕 然後我也想知道就是 其實有沒有人在旅遊的時候 也發生過這種性騷擾事件 就是可以跟我分享 然後希望所有的女生都懂得保護自己 保持警惕 下支影片見 掰掰